大家好,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孫子市發 看到港股方面的走勢又很差 踏入九月份,指數好像吃了蛇藥 不斷跌下去 看到昨天其實都穿過萬九點 之後又摔上去 今天又再試穿了萬九點 其實看回九月以來六年跌 累計的跌幅去到一千一百點 繼續這個沉底之旅的格局 看回今天就收報18854點 跌189點 成交額又回到800億 其實這個就是典型的陰跌格局 每天這樣跌少少下去 是否有機會去試穿三月十五日的低位 就是18235點 也不出奇 因為一來恆生只做自己本身 走勢又一般地下跌 暫時看不到我明顯支持 因為之前的支持位 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幾個位 就穿了 穿了一個是主要的箱底 穿了之後 下一級的支持 以用形態來看 已經去到一萬八千二百點的位 就是今年的低位 是 如果技術上就是這個位 因為剛才所說 現在你看下去 暫時看不到什麼支持 雖然今天你跟好處說 800億 成交少 只顧手壓力不大 但是最慘就是淫乾色 如果他不戴就繼續下跌 那是比較麻煩 如果這樣的情況 又是傳統智慧寧願有解讀 就是成節力不足 成交不大 也是會死的 很多時候 所謂一個見底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消耗性見底 至大幅成交,大成交,一個大跌後,反而可能會見底 譬如今年的低位就是這樣,一萬八千二個下跡 那天成交很大,接著看到低位,慢慢地彈上去 彈一輪,不如現在好想不想再下去試 即是你講估自己本身,到現在看再試低位,出不出奇,都不出奇 是,都向著目標進發 都差越來越近 是,因為未來美國加息,應該沒有記錯9月21日已息 市場估計應該是0.75%來都毫無懸念 先不說美國先,說回這期市場或一些新聞比較關注 就是能源危機,歐洲方面 我們上星期的節目也有提到這件事 但最新見到我們節目之後,到今個星期 都比較多消息,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先講回俄羅斯天然氣管道問題 之前我們上星期才說,他說暫停到星期六 三天才說 三天而已,換零件而已 但是原來回來,真的好像我們這樣說 他又宣佈了,直接斷,中斷 現在到什麼時候呢? 就說無限期,歐洲舒棄 其實這個問題也挺嚴重的 因為你先撇除,不要說他們… 所以,你先撇除了… 就說,你們在這裡,並不然不然… 不是,我們在這裡… 在這裡… 不然…